你真是這麼恐怖 不要, 都不會哭死人了 可憐了, 沒了個英俊人 自己人都打成這樣, 你們是人不人 方才姐前修, 加下才來高調 逐漏逐人來 你要死無全屍 打… 你們是不是人? 我這麼喜歡虐待人, 也受不了你們 你們不死也沒用, 沒眼看, 走吧… 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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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呀 不理我 不用再捉蟑螂了, 走了 嚇得我們, 方才姐比我剃頭 珊姨, 給你識處 你沒事吧? 走了, 沒路, 沒書 都是小軟好事, 扮得夠逼真 很壞, 真是一樣 真是要頒獎給你 她說, 最厲害就是報公公理 嚇嚇把花紅粉和胭脂給小軟化妝 關你甚麼事? 那個萬國寇, 失驚無神話 你一理, 我哪有理得切 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秘賓用真拳頭 真拳的石頭 還有我早前跟林公所學的真功夫 七十二六, 賽國拳, 專打了十 所以才做得這麼細節和動人的效果 小軟化妝 小軟化妝 娘 你快點才行, 不要這麼慢 別以為我胖子, 我留前逗後 這裡是庫房 洞場真是挺高的 這裡是入口, 但是門全都反鎖了 如果要開門, 就要進去才能打開門 很容易, 讓我來個輕功水上飄 飛進去開門給你就可以了 那你小心點 安靜點, 來吧 現在大個小傲小黃 爽啦 真的有點老貓燒素 給面子好不好 不用辣的那麼大聲吧 看來我還是要瘦身, 行了 腳忍, 以我的輕功 雅片也受不了 而這個人就可以搭雅流行而不破 他肯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曾經在那裡停留過 我明白了 娘, 你開了鎖了嗎? 不是, 不過我在瓦頂上 找到一些很重要的線索 什麼線索? 就是腳忍 一個輕功好了得的高手腳忍 這個高手當日運載他非法的輕功 在圍牆的另一邊向西北光向走 而東南偉的內門就有侍衛把守著 他看準機會, 用他的彈指殺功 打中所謂的盲穴、龍穴和定穴 讓他看不到, 動不到和聽不到 就是這樣, 他打開中門 把那些線索偷龍轉鳳, 嫁禍於你 但照你所知, 江湖上除了你之外 還有哪個輕功那麼好? 除了天江雙殺, 還有單調一枝梅 不過沒可能是他們的 為甚麼? 因為天江雙殺兩個婆娘 整天都狗咬狗骨 去年他才互相吐斃雙風對腳 後來改名為天江雙鏟 只要單調一枝梅 剛才做了九十歲大獸 是他老倒也動不了, 怎麼可以做賊呢? 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誰呢? 讓我打開門進去看看 還有沒有其他線索 真是死人 走快點, 我等不及了 你為甚麼這麼急? 我去整齊了這些衣服才能幫你做 不大聲吧, 被人聽到的 來吧, 走快點 走快點 你以為人家的腰骨尺圈走得快 壞了, 又要說出手 拿手來, 拿手來 甚麼寧公公的兄公這麼厲害? 他可能跟這件事有關 我們跟他去看看 夏威, 你真是不能撐 怨氣呀, 享受你就享受吧 濕納納, 圓納納, 真的很過癮 不, 不要這麼大聲 宮中不准煲納的 這是我靜靜偷出來 替你做手部美容而已 被人知道了, 我去打三十大棍的 你放心吧, 你這麼為我 我一定會看著你的 來, 替我加點香料和香花 好 待會兒我的手就會更加滑更加香了 我想到連黃絲綑也拉不上 你真是兩隻知情 其實以你的身分, 公中這麼大權勢 你操縱的事要不自己搬運 你那些軍隊來也行 我夠想 但有時候有些事要親力親為 你看看, 搬到我的手又髒又鞋 還起了青筋, 真心痛 不用你動的, 一定是很重要的事 怎麼這麼厲害 蜘蛛, 你這麼多嘴幹甚麼 知道這麼多東西是殺頭的 我多口問問而已 多口? 蠟子乾了, 加大點火 我呢 看來靈光屋就是偷進庫房 把捐款偷和轉服那個人也 我們去庫房看看 看看他們有沒有留下甚麼線索 我做山賊做了這麼久 雖然經驗豐富 但每次做案 不多不少都留下行跡 為甚麼這個做案做得這麼乾淨 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 真是被他口氣 就是這樣才糟糕 一點痕跡都沒有 就算我們跟皇上說 是令公公做, 皇上也不會相信 那怎麼辦呢 談上頸 別到處吵架, 否則有證據就留下了 好臭 幹甚麼 不知道誰用了這個杯子 很大股的蔥味 是嗎 真是很大股蔥味 怎麼這麼熟的蔥味 說起來 這不是微醇的口臭 是大股的香味 是萬國寇 大股, 萬國寇很喜歡吃這種大蔥的 沒理由 庫房紀錄, 萬國寇沒有來過的 他沒有在, 但那股還沒有在 難道是他指使令公公 叫令公公進來, 打暈了守衛 然後開門讓他進來 沒錯, 十萬九千七的拳力款 對令公公來說不是一件大的數目 一定是萬國寇指出他這麼做的 我還是這麼想 阿蓮, 我們拿個杯子給皇上做證據 讓他跟我們翻案吧 沒用的, 娘 朕味現在也散得七七八八落 拿去給皇上的時候 朕味也沒有了 那朕味又會去得這麼快 阿蓮, 你不用擔心 正所謂天網恢恢疑疏而不立 阿蓮, 只要我們倆拿齊心 我們一定找到有力的證據 那我們分頭再找吧 這個馬真的很疏 要不需要發得這麼誇張嗎 別動了, 要練習嘛 以後會被人識穿的了 原來他所有事都是那個奸國寇 弄出來的 他怎麼也要這樣害我們 鬼呀 阿蓮, 聽到那些壞事 他一定懷恨在心 但是細虎不到 他這麼狠毒 想著一夜鋪起我們全家 那還等甚麼呢, 娘 要求一路弄髓 一路在皇上面前告一遇 就算拚掉頭也沒用 還是那句, 沒證沒證 要有證據而已, 阿蓮 找一把刀指著他 叫他鞋箱簽認罪書就行了 那豈不是威脅 到時候告他不進去 被他反咬一口, 虧得以前是重的 是呀, 這樣做可能即時判處決 那怎麼辦呢, 還死還死 要殺了他, 大家抱著一起死 三姑娘, 你懂不懂計算 加我們十二條人命, 他只有一條命 那就是擺明雙牙騰雞會, 我們會虧 是呀, 制不過的 那你們想到甚麼辦法 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靠公主 我? 當然了, 是皇帝女 在皇上面前打他小伯伯 把他壞事出來撿, 還我們一個清白 父王一定會以為我幫你們 他不會相信我的 那怎麼辦呢, 豈不是沒辦法了 翻一口氣, 亂肚子 想想我們再在哪裡就好了 公命夫人, 適合了, 就天亮了 如果還會被人看到 加上我的命就十三條人命了 那… 奶奶, 我先陪你回去 是呀 公主, 我走了, 你不用相信我 奶奶, 你要小心點 公主 我身為公主, 任何用都沒有 都幫不了 公主, 未到最後一刻 我們都不能放棄了 你記住, 天助自助者 何況我們是無辜的 他一定會幫我們 你給點信心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公主, 你別這樣了 就像夫人所說的, 擔心也沒用 你寬容一點, 開心一點 扶媽, 扶媽她一定要沒事的 小妖娜, 你的安慰我的 現在連你都哭不起來 對不起 小妖娜, 別這樣了, 我們要積極一點 面對現實 凌公公, 你果然很好介紹 怎麼樣? 真是又白了又滑了 這些都是莎莎郡主和貴妃娘娘 你們得天獨厚 再加上香蠟的滋潤 更加感上天花 凌公公, 你的嘴巴豈不是更香 那些香蠟 奴才也是實話實說的 對了, 凌公公 蠟除了融在手上 還可不可以融在第二鼠那裡? 行, 到處都行 既然你這麼貴姊 是 今天準備一大盆個蠟給我洗蟲 遵命 凌公公, 你會騙我是不是? 護膚也有功 本民主就想你, 白娘我用過的蠟 好, 謝郡主 凌公公, 本公也賞賜你白娘黃金 謝貴妃娘娘 殺人放火, 金腰帶 為什麼壞人做這麼多壞事 還被人掌上? 算了… 參見公主 你來得正好 有些新的玩意很小, 你來看看 你來試試凌公公介紹的護膚手納 保證公主你紮口不絕 我沒心情 公主當然是仲為駕馬, 事情擔憂 算了, 皇上都判了罪 他罪有應得 公主, 你憂心也沒用 別說這麼多, 放些花瓣來試試 好, 不玩 公主, 不要生氣… 就算你砍了他也沒用 他又不是主謀 對, 我應該找主謀 碎到嘴巴, 公主, 公主 郭靠, 你快點出來, 郭靠 公主, 你怎麼進來? 我不管, 快點讓郭靠出來 公主…你稍汗無草, 小心點 現在不是過年, 怎麼會有這麼多桃花 要叫桃花鎮, 是不是郭靠爺作法補命 我不管他什麼鎮, 郭靠, 你放你出來 現在在作法, 他要保存真理 不可以出來 公主, 請先回宮 我不管, 郭靠, 你放你出來 來, 叫我, 來… 郭師, 參見公主 郭師, 是不是裝軟花了? 郭靠爺, 不行 不行…你弄亂了桃花鎮 公主他吧 公…公主, 微臣這一輪災聲入命 這個陣你來替我擋殺救命 你替我弄亂他 你還說這些?你卑鄙無恥 我要… 我換桃花鎮水沒有了 郭靠爺, 對不起… 公主…走吧…對不起… 你…你以為他撞鬼還是撞邪 郭師, 現在我的陣搞成這樣怎麼辦 現在我真是暈倒一會兒 最好是多休息一會兒 你說什麼? 現在桃花鎮被人破了 桃花水倒死了 看來你的胸多吉少 郭靠爺, 如果我有什麼事 我第一個是找你賤師弟 快給我考慮吧 不怕…陣雖然沒有了 郭靠爺, 你大可以是身體力行 去妓院那裡借做花灰桃花來擋殺 效果是一樣的 就是這麼簡單? 是呀 你早說吧 讓我搞這麼多事, 開正我好飯 你去找我吧 怎麼這麼久呢? 今天如果擋不刀殺, 真是又難了 馬大爺 耳鴻 你知道這本大爺打得很心急嗎? 你幹嘛遮蓋臉嗎? 我… 不用說, 我明白的 這期是流行神秘, 有新意 馬大爺, 春雪一刻 你比我更加急 本大爺能進來, 要慢慢彈 你不遲到, 本大爺罰你喝三杯 什麼?要本大爺罰 刺激, 有新意 不要… 你…你的臉 不是天花, 不是生成這樣 我也不會推你這麼多一次 不過不要緊 不要緊, 就算你在賭人 也會流浪 別過來… 別過來, 你滾開 貴婆… 你別過來, 救命… 大爺, 有什麼吩咐? 你作死嗎? 整件這樣的紅豆包好燙 你…你走… 我也叫了你不要叫耳熊姑娘 你又不聽我說 我不管你, 你叫那兩個抬出來 對, 碗熊和樹熊, 不然我就掃平你這裡 真的要叫他們嗎?不是很方便 什麼不方便?又不生天花 不是… 不是就行了, 趕快去淋 好… 曼大爺, 碗熊姑娘到了 是…快點… 碗熊… 碗熊… 怎麼這麼凄涼?誰要欺負你呢? 告訴曼大爺… 不是, 怎麼戴上白花了? 他爹剛剛過世了 所以他沒有生天花 只不過是佛家戴上白花 大爺, 算了, 你別過來 你馬上走, 走 走, 我說你…叫阿書熊來吧 還叫書熊?不好了吧 什麼?他…他又戴上的? 不…他有喜事 有喜事就對我, 我要衝起, 快點 好… 書熊 曼大爺 怎麼這麼大桃? 他沒有生天花, 花計也沒有戴白花 不過那個桃開花 曼大爺, 阿翔要吃紅雞蛋 阿翔, 曼大爺 幹什麼? 我不行, 我和我前就送了 曼大爺… 曼大爺 曼大爺, 曼大爺 救命 你真是氣死人 奸奸妓院的法會 不是生病了就有事 真是… 糟了, 又快日落西山了 如果還找不到桃花來擋散 那就真是…那就真是死定了 那… 老闆, 要不要嗎? 吃死你了 鬼門關開了嗎? 又不是, 為了自己的命著想 死就死, 最多躲起來 當被鬼擲罰了 老闆, 老闆, 看你這麼吵 就知道你會找我靚姑了 靚…靚姑, 怎麼算? 你嘗試, 才慢慢算吧 保證你翻沉未 你呢? 你… 你…光天八日, 你不是想在這裡… 是呀, 火呀 涼茶? 靚姑涼茶嘛 什麼…你不是… 是, 我是 不過官府最近大規模掃動 弄一頓歪風 弄得我要重量賣涼茶 老闆, 你這麼吵, 適合你了 你真是會轉軌 你… 來吧… 半日仙? 笑什麼? 我笑你用桃花去擋殺 實在太兒戲了 什麼?是國師教我的 他自其一字不知其義 簡直是半桶水 是呀…他真的用半桶桃花水 半日仙, 你是不是有辦法? 八仙 當然了, 一切盡在其中 十二? 半日仙 你平時的錦囊只有一個字 為何這次有兩個字? 沒理由 是嗎?難道是天意? 注定我要幫你? 那趕快替我解解吧 既然是天意 就趕快替你解解吧 九爺, 你的作業太多 但是用桃花來擋殺 根本是治標不治本的 那…應該怎樣? 放生 只要你放生十二個跟你有仇怨的人 天上的十二星壽 就會扭轉乾坤, 跟你消災解難 十二個那麼多? 記住, 還要是十二個有恩親血緣的人 才行 你要浸大蛇犯人? 是呀, 皇上 但是公主大婚之時已經大蛇過一次了 這麼快出去又要大蛇? 皇上, 聖元書也有說 勿以大善而不惟, 勿以小惡而為之 正所謂好事不怕做 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徒, 皇上 國寇, 不像你的性格 就是… 得搖仁處, 且搖仁 況且微臣這樣做 都是為了替皇上積福 只要皇上二舉一出, 天下萬民 一定會為皇上歌頌 皇上聖恩就更加流傳後世 萬世流芳, 雖雖流明 名傳千古, 古往今來… 行了… 真是被你說得頭痛了 行了…這件事 朕就交給應報去處理 不用… 這些粗重的事就等微臣去辦 況且微臣心目中 已經有適當的人選 皇上大聲, 你力致開 皇上聖恩就夠了 好, 前面放你很快就幫我們了 皇上真是名非朗得虛名 全靠她知道曼國寇迷信 加上姐姐買通了妓院 還有半天先 這樣才能把傻佬落答 我們這裡十個 加上外母大人和義寇 剛才十二個, 豈不是這次冒死了 這樣都被我們大步難過, 真是好 想不到我們黑魔寨冷血十二英 這樣也大聲 曼哥 把傻佬殺幾個人慶祝一下 不要手癢, 等不及了, 走 真是不值得, 這樣放過, 翻壞人 不, 武林阿松就多事了 你…幫我們 前面放了, 很快就幫我們了 你以後不用被濕威了 我敢說 是 遵命 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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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哥 暢手一點 你怎麼了?無論如何加多八幅 別在玩 現在只是奉命行事 九爺, 你不是要放我們嗎? 你是哪個耳朵都說放你們 這麼幸運, 窮兇敬惡的冷血十二英 你又放? 是呀, 就是放了那十二個 現在剛剛夠了 大四英元筆 可不如, 你們聽著 五天之後, 你們人頭落地 可以吃, 吃了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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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最重要是快, 一手轉頭就放下去了 曼哥, 曼哥, 曼哥 曼哥, 曼哥, 曼哥 阿蓮, 你們怎麼樣?阿蓮 阿蓮, 阿福, 你們怎麼樣? 阿匡, 你在幹什麼? 沒有, 我在反省 我前世做錯了什麼 這輩子要在這裡享受這種苦 人前世的事不要想了 大哥, 你又幹什麼? 你寫了這麼多字都沒用 這裡只有我們看到而已 今天沒有人看到而已 但是十年呢?二十年? 五十年之後, 始終會有人看到 到時候就會替我們翻岸 阿蓮能翻岸, 頭斬了 那又不是這麼說 死有興於鴻鴻, 重於泰山 我不想我們這麼救命 就這樣遺臭晚年 遺不遺臭晚年, 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 我希望死之前可以了成我的心願 你…你有什麼心願? 就是可以練成這個 如來神章第十世的萬分朝宗 你們三課, 現在真是死了 還用這麼辛苦嗎? 你也學著我這樣, 想想怎麼睡 寫完之後, 不會睡底頸 你們不用這麼灰心 不是這樣, 扣毛 你真是… 搞錯這段, 怎麼會寫第三章呢? 當然要寫第十四章 寫在後面了, 已經寫在後面了 那倒不對, 鋪牌也不是這樣 最重要的事, 待會最後才寫 是呀, 三個時間, 時間夠了 你寫得慢, 向上邊我們寫 我寫, 我寫, 我寫好嗎? 你們帶爛臨頭, 還在這裡狗咬狗乖 娘, 我在做很緊張的事 慢著, 雞七平八文寫, 這裡寫錯了 什麼? 你是不是有病?舅奶奶 九指連環, 你只欠一隻 你還在寫什麼? 很重要的, 馬鯛入門必人術 雖然我們的肉體過多三天就會消失 但是我們打馬鯛的精神 永遠都會長寫的 死到臨頭, 還是只顧著打馬鯛 你們放心吧, 我不會就這樣讓你們死 算了, 姐姐, 我們認命的 皇上大射而已, 也會射錯人的 說不定我們前輩子真是罪孽深重呢? 三天查不到, 總有一天會查得水落石出 如果再過幾天 我們就可以多點時間 省了一本馬鯛天書 你們放心吧, 我一定會想辦法救你們 我們暈了這麼久, 你看見我們已經這麼說了 奶奶, 我們還想到辦法嗎? 我…如果我想不到辦法去救你們 我就和你們一起死 阿姐, 阿姐, 你不能死的, 阿姐 師父 娘,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你們真是乖, 其實我也捨不得你們 奶奶… 奶奶, 你不能死 你死了, 沒人替我們扮你身後事 有, 奶奶 沒人替我們扮, 會淒涼的 是呀, 娘, 如果連你都死了 死了我一個, 官差一定會抓到我的 是呀, 不是不讓你死 不過你不死得住 不是, 原來是這樣嗎? 總之, 我不會讓你們死了 危險 我陸續有來 走不掉了, 走不掉了 半天, 錢給你, 但還沒見成果 我有工作的 我們金家成家還在天爐 你萬國扣會錯意, 與我無關 那證明你的辦法不行 那我最多還錢給你們 不行, 你救不到金家 找你賠償給我 是 不要加這種事, 我…我計算得到 我是受軟不受硬的 我們也不想跟你一拍兩散 金家沒事, 你也有好處的 那當然了, 你們是我長期客仔 那你還有什麼辦法 找萬國扣的秘密去威脅他 找得連蚊子也睡了 那叫公主假裝大肚 讓皇上不要殺駙馬 那就是欺君了 看一看就穿布 那…那扮萬國扣殺死我們 那我們就捉到那肚子了 你真是把他當傻子了 那就是劫獄吧 劫獄就被人通緝 是嗎?你經常踢招的 又不幫忙想招 我想得很辛苦 我們想到要過來找你嗎? 不是 過來走… 姐姐, 滾水, 麻煩你, 還走 不要走 麻煩姐姐, 麻煩你, 麻煩姐姐 麻煩你, 走 你看看你還能跑到那邊 反了萬千萬 不要, 我真的沒有錢還 沒有? 不要打臉… 上次打於你的臉, 你一樣是不還 軟了那些, 沒事吧 有辦法 我把你的臉花花, 你說是不還 不要, 我有了… 走 還有… 沒有, 只有這麼多, 算了 我以為我真的沒有 你不收這麼多銀票 沒錯, 竅不拍夠, 最重要是受 好, 我們應該繼續供萬個扣的死云 一次不行, 第二支一定行 不好意思, 大爺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也叫你抓住那隻豬腦了 我剖了, 誰知道牠會動, 不好意思 你們撞死了 不關我的事, 只是那隻豬腦了 對呀, 要找就找那隻豬腦算帳了 沒事, 不好意思 這樣我一身臭豬腦, 真是氣死我 又要回去換衣服了 怎麼又踩屁股這麼黑 那些叫苦盡甘耐 那些叫苦盡甘耐 撞鬼, 今天怎麼這麼多人來撞我 撞了, 真是撞了 怎麼撞了, 半天 你印堂發黑, 比常侮遲還要撞 你撞邪 不是吧 我聽完你說突射了那十二個惡人 沒理由, 我想你一定是搞錯 你所放的並非真正十二惡人 不是吧 我真的算得到你的災劫還未解 如果我上次所說的災劫還未解 在大劫之前, 你必有三小劫 哪三小劫 第一劫, 豬腦上身, 好而斷陸親 是呀, 剛才我被豬腦壓住 第一劫應驗了 那就是說, 你的大劫果然還未解 是吧 那第二劫呢 第二劫, 地上有金撿 小心沒九筆, 有金你也不要撿 會不會有哪一筆呢 那就因人而異了 總而言之呢, 你身上任何一筆是 當然不會, 人家說撿金是好笑頭 不是, 你所撿的那一筆是碧水寒山 奪命金, 大空笑來的 那…第三劫是甚麼 第三劫中厲害, 冤貴前身 吃得不睡得, 睡得就聽死得 冤貴 在哪裡 你不用這麼緊張 你冤貴還未化得切 你還在天爐上, 就就是那十二惡人 那…那哪十二惡人呢 那十二惡人被你靠害的 只要你救他們, 他們不用死 你就自然沒事了 因為他們… 他們化成冤貴之日 就是你送命之時 這兩天, 你有得吃就吃 有得玩就玩 怎麼樣?哥哥, 你太煙了沒有 你哥哥死了 我老婆再生都救妹妹不回來 不是那麼嚴重, 是不是 現在只有你才能救哥哥 我?我不懂醫療人的 妹妹…你一定要想想辦法 令我皇上不要殺金教那群人 你不是吧?我們搞這麼多事 做了這麼久, 還是為了今天 不行 不可以的, 不可以搞他們 你真是不可以搞他們 為甚麼?哥哥 不可以搞他們, 我真是… 那半天才很理人的 他…你理你, 你令我順其有 如果殺金家那群人 我們也要賤私底 妹妹, 聽大哥說 來日方長, 很多機會對付金家那群人 對付金家那群人, 是不是? 你怎麼這麼迷信呢?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這斬草除驚的機會, 很難得 不要呀, 真的不要呀 不要呀 不要呀, 我們哪有事呢?好好的 總之你休息幾天, 不要四處走 不要呀, 死了, 我們真的死了兩個 撞到了, 伸到伸了, 妹妹 沒了 你怎麼樣?哥 是不是ない 金家的人, 妹妹 來, 你別這麼順廢 金家有那麼多冤魂 我們倆兄妹一個打六個都吃不甭 是挺好吃的 妹妹, 我求求你, 你想想辦法啊 金家那群人又來了, 妹妹 這個東營貢品真不錯, 叫什麼? 東營魚子, 皇上 東營魚子, 對 外妃, 你也吃點 我不吃了, 既然皇上這麼喜歡吃 我留給你吃吧 啟稟皇上, 公主求見 進來 皇貴妃 皇兒免禮 這些東營魚子, 很好吃, 你吃點 魚子? 這些是魚春? 是吧 真殘忍, 還沒出生已經被人吞了下肚 我不知為何, 吃起來就覺得它 一般的, 很好吃 父皇也覺得很慘 一點點… 大人做錯事, 孩子不應該一起受罰 是呀, 歡歡和喜喜是無辜的 請父皇你放過他們吧 是呀, 皇上 不如卸臉歡歡和喜喜的死罪吧 對的… 那朕就卸臉歡歡和喜喜吧 是呀 阿寶公公 老財在 以後呢, 歡歡和喜喜就由你照顧了 禁止 快點, 要你一個皇上就醒了 我可以了 來, 妹妹, 弄好了 怎麼樣?搶旁邊呢? 來 妹妹, 這樣做法 把皇上突然睡著了, 全身骨頭 你忍著整醒皇上 怎麼這麼快 你以為皇上累了嗎 不知道, 我就很累 糟了, 就是天狗了 來… 哥哥, 先回去睡吧 皇上起床的時候, 你假裝驚惡就行了 知道了 精神爽 皇上 你…為何還在這裡 皇上不見了, 房間還亂了 妹妹, 不用演戲了, 你看看 是嗎 怎麼還在這裡, 還沒醒嗎 你下了多少藥 一瓶 一瓶 我怕他太快醒了 那我睡幾天也不醒了 是, 眼狗狗已經中了我們計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 救你們出來的 但是這樣會不會像上次那樣 又吃炸糊 不會的, 這次目標明確 不會放錯人 但是為何還沒有人來放我們 他們已經過半個時辰了 對 好像看戲一樣, 到最後關頭才是多下樓人 那我們的車還有機會 你們放心, 一定沒事的 娘, 我們現在去刑場等嗎 等我看看皇上有甚麼動靜 你在城門口等我 他整整幾個洞很癢 是呀, 皇上平時很害怕人 騙腳底的 搞甚麼 還沒有反應 還沒有反應 要不要弄激烈一點去享受 糟了, 這刀不醒了 不醒? 皇上不是駕崩是嗎 你別亂來 一會刺到皇上怎麼辦 那不是怎麼樣, 妹妹 想不到迷藥那麼厲害 皇上如果不醒了 那就趕不及救金家了 不是這麼大劑是嗎 不是了, 哥 不如你問問太醫吧 或者看看醫書 看看有甚麼解決方法, 好不好 立刻 等得連蚊子也睡了 等老娘親自出馬 誰 難道大哥有事 怎麼這麼久都沒有反應 你以為我等一會兒都不見你 那我出來找你 來吧 阿彪 姐姐 阿美, 阿彪 家屬最後有甚麼話 現在就好說了 阿美, 阿彪, 吃飽一點 公主駕到 阿彪 父母 公主 公主, 是不是皇上叫你來刀下留人 不是, 時辰差不多了 公主, 阿陳家婆婆又說來救他們 過命夫人一定有辦法 不是又要等到最後一刻才叫刀下留人 阿彪 如果遲了就糟了 阿彪, 如果阿哥和阿姐真的有甚麼事 你一定要好地照顧爹和娘 阿彪 不會的… 公主, 時辰到了, 請 這麼快?媽 公主 公主, 無謂令卑職難做 公主, 時辰到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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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生再見 公主 公主 走啊, 你們 走啊 娘 我好害怕 不用怕, 沒事的 一下過不痛 時辰到 怎麼這麼久都沒到呢 公主 那邊先和 我…有甚麼理由先斬我呢 行刑 刀下留人 來了 誰叫刀下留人的? 豈有此理 行刑 不要, 先等一會 刀下留人 誰 誰 誰在這裡叫? 告訴我 是誰叫的就重重有賞 阿彪姐 阿姐和阿彪 那就是金家阿盛那兩個通緝犯 這次真是被你累死了 人來, 抓住他們 是誰? 怎麼樣?有甚麼方法可以整醒皇上的 有了…我這裡有個八四百多的藥方 不過只是劑藥, 我要幫兩個時辰 算了吧, 我看金家的人頭全都落地了 十二個人, 十二隻鬼魂 你死了… 阿彪, 你鎮定一點 我沒有符 符? 我有符, 我要來鎮鬼 這裡… 阿彪 阿彪 幹甚麼?這麼吵吵死人 皇上 怎麼個走生孤雷雷手腳宣軟 我怎麼來了這裡? 皇上夢遊 夢遊? 皇上 愛妃, 你帶朕去哪裡? 皇上, 這裡是你的寢宮 這是寢宮, 你…你不認得嗎? 這裡是寢宮? 是啊 你真的一點也不認得嗎? 但是… 看起來也是 但是為甚麼這東西放得亂了 衣櫃又放到這裡? 昨晚臣妾睡半夢半醒的時候 聽到搬東西的聲音 這個櫃就是你搬過來的 是嗎? 怎麼這麼多石頭?不是有浸搬的吧? 是嗎? 臣妾昨晚也問過這個問題 不過皇上好像聽不到臣妾說話 只是眼睛睛不斷搬櫃, 不斷搬石頭 皇上周身骨痛可能因為這樣造成 難道真的? 但是朕哪有這麼大力? 臣妾問過太醫了 幻想夢遊病的人 就可以做出平常做不到的事 那朕以後也不吃魚子了 是嗎? 怎麼有這麼大的箱子在那裡? 是呀, 你說箱子裝甚麼呢? 難道又是裝一些石頭? 很多銀糧 這是甚麼銀糧? 不是官銀嗎? 不是, 妹妹 好像是把錢都關掉了, 皇上 但是為什麼會在朕的寢宮? 臣妾知道了 一定是皇上上次夢遊病發作的時候 搬進來的 一定是 父馬爺出發前一天 皇上就第一次吃魚子 未必明白了 難怪運去山西的善款 全部變成石頭了, 皇上 那就是說朕把石頭和銀糧調轉了 完全正確, 皇上 那不關父馬和金家各人的事了 不關… 就是了 立即傳召, 釋放父馬和金家各人 是呀, 快點, 皇上 金家眾人已經押去刑場斬首了 謝謝阿瑜, 真是我不要開慮你們了 現在你們都被人捉毀了 哪有人替我們收屍 婆婆上公, 你們倆怎麼這麼笨 是呀, 你們應該遠走高碑 不要管我們了嘛 何時說, 吃飯都沒試過這麼齊人 那就好了, 整家移民到地府了 對不起, 娘 要不然我, 大家就不會來到京城 如果不來到京城 就不會弄到今天這樣 阿蓮, 不關你的事 你記不記得在天牢裡跟我說過什麼 我說過什麼 你說我們這件冤案 就算三天蠢出真相 不過十年, 二十年, 五十年 始終有一天我們會查到水落石出的 沒錯 沒錯 時辰都過了, 行刑 童師明明是那邊先的 不是呀, 一人一次, 你那邊先對 對呀, 你那邊先, 正好 你是不是有病呀? 當然是你那邊先, 那邊… 那邊… 是, 早又死, 遲也是死的 大人, 如果要斬的, 就先斬老生 不要, 娘 大人, 如果要斬的, 斬我先 你怎麼這麼煩? 爭先恐後, 斬頭斬頭 好, 就先斬你金家的頭 握手, 先斬他 阿蓮… 阿蓮, 阿蓮 慢著, 既然事辰已經過了 是不是應該擇日再行刑? 公主, 現在還是五時 事辰還沒過 行刑, 看你還有沒有得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這次真是有用 有用在這裡搞事 沒你這麼多, 引來, 斬他出去 不要 不要 每一天, 想考驗 是這生命的意見 是這生命的意見